8月40下午一篇标题为 抱小新肉耍大牌全过程 我很红的文章 配着一张只有黑白轮廓的测练图 在网上发布不久 就引来一众讨论和猜测 文中笔者言辞犀利 讽刺该小新肉 耍出一首啼笑皆非的好大牌 在联系采访时 小新肉团队就曾直言 我们很红的 谁都想要做我们的专访 采访过程中 小新肉又是迟到又是摆架子 因为一句 有点像黄渤硬是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发型 笔者戏称 一场堪称心脏大小手术般的 精密的发型手术 所以到最后 也没成功采访到小新肉 强大的网友们 根据文中倾倒H信等关键词 纷纷展开猜测 90%都直指黄子涛 也有人怀疑黄晓明黄渤和韩庚 不过小别想说 现在还把黄晓明黄渤 当做小新肉还是不太合适吧 更不用说韩庚这种纯正的东北爷们了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第一张图片就是它 芒果料新闻 我是宇宙一线当红小新肉把达